第四季世界 尤其本期男神 飘友天 欢迎 你好 大家好 大家看到他真的好开心啊 白马王子 拍他一个特写 对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PIO天 答应我 不要他说一句话就尖叫 说一话就尖叫 好不好 费嗓子 他们慢慢自己也会撑不下去了 嗓子不行 你事先有想到我们快乐大饼 是这么热闹的一个地方吗 想想当然不认识 刚才你听过来 父母带来 帮忙来 帮忙来 这么多人 没想到他在买的是这个地方 同时也要谢谢爸爸妈妈的理解 瞒着父母来 有的还有的瞒着自己的 男朋友 男朋友 你知道有几个说到瞒着父母来 还有几个五十多岁的都低下了头 那今天呢我相信大家现场来的朋友都非常了解我们的朴友天 他的音乐 他的舞蹈 他的作品 包括他的这个温暖和亲切 但是呢作为男神 男神来到快乐大饼 我们有一个短片先来看看 到底朴友天是怎样的一个男神 来请看 好 想成为男神很简单 去看朴友哥哥的作品吧 完完全全的男神养成秘籍 第一张 不帅狂拽 做包装 男神第一要目就是行 帅气的装备 厮杀的野神 撒爽的英姿 还要伸手不凡 功夫了得 对 我经常花市 管理人群的法igkeiten 治疗的法转型 是法治疗的 法律是法治疗的 是法治疗的 就是 我会撒響了 到了 你不要再来 你准备了我 你准备了我 就是这样 包你分分钟摔到没朋友 第二章 分柔痴情有担当 要懂深情表白 生泪俱下 像这样内敛的哭 你不要再去 这样痴情的哭 很疼啊 这样放纵的哭 这样放纵的哭 还有为爱拼命歇斯底里的哭 你准备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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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感人能依靠 妹子们分分钟为你倾倒 第三章 可爱萌呆不能忘 男神教你约会要卖萌 我买 我买 吃东西要卖萌 就算遭遇丢脸 便要保持呆萌哦 啊 他要有属于自己的麦 十分钟被你封 物理庆贵 对 我觉得又想起了很多 好厉害啊 就是看那些剧的时候 自己去追剧的时候的感受 对 我想吴台皇想你的时候 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很爱喝牛奶吗 我吃杯东正的空这个蛮意思的 还真的 他今天还从他家 给快乐家族带了牛奶来 哇